我們剛剛聊到很多韓國的電影 也講了很多韓國的劇 但是現在我們要講的就是 我們現在立馬立刻 就可以看到的韓劇 我們要問一下 達人們要推薦什麼吧 對不對 李懿先 我先嗎 對 我覺得這一次有一個非常好看的 是鄭麗媛演的 因為我非常喜歡鄭麗媛 她在那個 我愛金三順女二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天啊 這個女的氣質超級出壽 而且長得超美的 然後這是她單綱女主角 就是演了一部叫魔女的髮田 魔女的髮田 對 她是演檢察官 這是她的主題曲 對 只要聽到這個音樂 妳那老師很厲害 老師 妳試試看在看對不對 她走出場去 我覺得她在裡面其實是一個 非常強勢和霸道的檢察官 可是那是因為 她小時候她媽媽失蹤了 所以她想要找回她媽媽 一開始就在親 沒有 這不是一開始 我以為就是一開始就在親 沒有 那太刺激了... 對 然後結果 所以她其實是一個很愛出風頭 就是因為她想要 然後就是透過電視 讓大家都知道 讓她媽媽看到就是 她現在就是出現在電視上面 她的成功在 對 然後因為她是檢察官 所以她是在一個 就是女性和兒童犯罪課 然後妳就會看到很多 女性和兒童的犯罪 所以我覺得對女生 還有一些媽媽 也會非常的有感 其實看起來很有共鳴 很有共鳴 然後妳就會很提防 和小心這一類的事情 那男主角是誰 男主角 男主角的時候有點忘記了 因為這整部份 我都在看正麗 真的 所以她是一個非常女生的電視劇 她其實是非常女生 她是一個女性的視角 然後去看這部片 去看這全部的事情 對 然後因為一般可能電視劇 都會帶出一些愛情的成分 可是我覺得她在這裡面 很專注在一些案件 還有她的人生 就是她的事業心 是一個女強人 那想必這是妳第一次看偶像劇 然後沒有再看男主角的吧 對 她剛剛想了一下 RUN一下她看過的那個 還有沒有其他的這樣 對 因為所以我很推薦 就是廣大的女性和媽媽們 也要去看這部片 可是這個題材很特別 對 要看一下